今天我們很開心 邀請到方廣偉外科醫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胰臟癌 方醫生 你好 你好 方醫生 我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我自己媽媽是胰臟癌走開的 2017年的時候 我近期有另一個客人也是女士 她也是胰臟癌 但是她們發現的時候 同一樣都是已經擴散了 她擴散了一個肝 變了比較麻煩 而當年我媽媽醫了三個月 我們用法療癌走開了 我想問問你 其實胰臟癌 例如我媽媽說 胃痛 經常以為是胃痛 就很消失 只是想著胃痛而已 吃一下胃藥 不管 所以就悲傷了 另外我近期有一個客人 她經常以為自己肚痛 所以就覺得肚痛很小事而已 所以就一直都沒有特別去跟 但是我又記得有些醫生跟我說 譬如平時我們照超升科 又好像不是那麼容易看到胰臟的 你可以說一下其實胰臟癌 是不是通常發現都已經很末期呢 其實胰臟呢 通常很多人發現胰臟癌的時候 其實都是比較後期才發現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胰臟是在身體裡面比較入的氣盤 通常如果你說是胰臟癌 其實我們因應她的癌症 在不同胰臟的位置 她有不同的病徵 譬如她的胰臟癌症 腫瘤在胰臟的頭部 這些情況通常就會比較容易發現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她在胰臟頭部的時候 她會容易壓住胆管的出口 這些病人會表現為有黃膽 小便好像寶梨茶那樣深色 因為有這些病徵 其實比較容易發覺 寶梨茶那樣深色嗎 很深的 深啡色 是的 就要去檢查吧 是的 好的 如果有這些黃膽的症狀呢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膽管閉塞 很多時候這些膽管閉塞 都是因為有癌症在膽管出口 常見的就是有胰臟癌症 這些病人反而會早點去看的 因為她有一個明顯的病徵 是的 通常你說我們發現胰臟癌 做到手術 很大部分都是這一類病人 嗯嗯 如果譬如腫瘤在胰臟的身體 或者在尾部的時候 因為那裡其實沒有什麼器官被壓住 反而你說痛等等 其實她的腫瘤要有這麼大 甚至她吃著後面的神經線 那些就會開始有痛的病徵出現 是因為她大到迫著這些神經線 是的 才會痛 沒錯 哦 這個痛楚呢 有時就會跟胃痛有點混淆 但是她又有一點點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她壓住神經線在身體裡比較厚 所以這些病人除了前面上腹痛之外 很多時候連背部也一起痛 那這個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明顯一點 是的 但是背部就不是上面 是中間 是中間的位置 是的 但是通常如果有這些病徵呢 那通常的癌症都比較後期一點 嗯 所以這類病人很多時候都有機會 譬如擴散了 是 或者發現的時候腫瘤已經很大 做了術當然會困難一點 腫瘤大一點 嗯 那麼擴散了 可能手術就未必很適合去治療 可能就要用化療 嗯 那些方法去治療 那我想問一下 譬如疑狀是一條東西 嗯 其實如果她沒有擴散 可不可以這樣說 割走了她 其實也算是安心 還有 譬如割走了疑狀 會不會影響身體什麼呢 其實 通常如果我們常見疑狀做的手術呢 就是部分疑狀切除的 哦 是的 不會切掉的 是的 也有情況切掉的 但是就不是最常做的手術 因為 疑狀它除了有消化功能 它會分解消化酵素 是 幫助消化 另外它有內分泌功能 嗯 疑狀其實 它會分泌一些胰島素 嗯 胰島素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跟糖尿有關係 是的 是的 如果沒有了疑狀呢 其實這類病人呢 會一點兒島素都沒有 那麼她的糖尿就會 就是控制得很困難 嗯 食藥都不行的 一定要打針才可以 嗯 就是控制糖尿的 嗯 所以呢 如果情況許可 我們盡量都保留部分的疑狀 哈 讓她就算 真的 不要再做完 有機會有些 譬如後遺症肥啊 容易點會有糖尿性的 是 亦都不需要控制得很困難 或者要打針去控制 你說開這一部分 那時候我媽媽也是肥肥的 那她一開始就是有少少糖尿 是 但是我們就沒有意識到 原來可能是胰狀而令到她有糖尿 是 就一路正是醫糖尿 她吃少一點甜食啊 就是 吃少一點肥膩的食物啊 那其實是不是就是 如果有些朋友驗到 真的有糖尿性 其實我相信 都安全一點 去跟一跟的 胰狀會好一點呢 那 最好的是做身體檢查 是的 是的 但是有時候糖尿病 其實你說 胰狀真的有腫瘤呢 當然是有部分 但是就不是說 最常見的糖尿病 可以表現出來的 哦 是的 是的 另外我又再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了 如果擴散了 如果去其他器官 我們就用化療 那有時候 Ecancer的人 我知道有電療 化療 標靶藥 有免疫治療 其實 她會用到哪幾樣東西 通常你說 如果擴散了 我們就會用化療方法的 嗯 那你說電療呢 電療其實 我們說局部的腫瘤控制 譬如如果腫瘤很大了 去貼住一些重要的血管等等 那些其實都不適合做手術的 或者我們可以嘗試做一個電療化療 去看看可不可以令腫瘤縮小了 哦 才去看看能不能做手術 那這些情況就會電療和化療 結合去用 嗯 如果真的腫瘤真的不幸擴散了 那很多時候就用化療去治療 那你說標靶藥 免疫治療 是的 其實在胰狀的醫學證據就不是很多的 哦 所以主流呢 暫時都是用化療 去醫治抗散了的胰狀癌症 但是化療的那些 是不是都是幾個療程就完了 就是都不需要一直繼續治療的 用不需要的 就是長期治療的 通常就會先用一個療程 看看腫瘤的反應如何去決定 嗯 OK 那剛才跟你聊天呢 就是你說 因為都有很多種癌症的嘛 似乎是否胰狀癌的壽命就不可以延長這麼久 胰狀癌是相對一些比較惡的癌症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就是它是生長得比較快 生長速度快的 快的 生長得快的 是的 即是可以很短時間就變得很大 沒錯 哦 而且很短時間它會擴散的 嗯 譬如我們有些病人就發現胰狀癌 可能譬如有些要排隊做手術的 譬如公家醫院 排隊排得比較久 可能隔了兩三個月 已經擴散了 其他器官 是的 這麼快嗎 是的 可以快成這樣的 哦 也都 除了它生長得快之外呢 它容易擴散和它容易翻發的 容易復發的 容易復發的 是的 就算就是 有些 我們有些胰狀癌的病人做了手術 其實我們建議如果它切出來那個病理報告都是胰狀癌症呢 其實建議都做一個輔助的化療的 它減低復發率 它就跟其他癌症譬譬如搶癌那些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譬如搶癌早期的癌症 切了它不需要做輔助治療 不需要化療的 嗯嗯 但是疑狀癌症呢 我們在說很小顆腫瘤 如果它真的是疑狀癌症呢 其實我們都建議做一個化療去減低它的復發 因為疑狀是比較兇的癌症呢 我們希望用盡所有方法去減低它的復發 去延長壽命 嗯嗯嗯 而且你說那個壽命可以大約 或者有沒有說治療多久 或者壽命比起一般 譬如有時候你說肝癌 肺癌那些的年期有沒有分別 有的 我們在說譬如疑狀癌症 就算譬如醫島 切島那些 很多時候我們在說一半的壽命率 有些可以差到大概兩年左右 嗯嗯嗯 當然也有些是存活到的 是的 是的 這個只是一些數據而已 當然做完 有些幾年 十幾年都沒有復發都有的 嗯嗯 我就是試過有一個人客 應該是五年前的男士來的 其實他就開始是腳腫了 然後就一路我們就 最初要驗一隻腳 周圍去檢查 內科 最後就找到他原來是耳狀癌 不過他又治癌得好 現在還生了小朋友 健康非常好 是的 所以我就想問問你 其實耳狀癌 是跟你飲食有關 還是什麼原因會有呢 其實耳狀癌和很多癌症都一樣 未必一定有一個確實的原因 我們找到出來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有些病人 會容易一些 即是高危一些 有兒狀癌症 譬如什麼呢 譬如我們知道 有時候可能吃煙的人 會容易一些有兒狀癌症 是 譬如一些瘀酒的病人 會容易一些有兒狀癌症 萬聖兒狀癌 也是好像肚痛一樣 是怎樣的 那些病人 他有幾個方法表現都會出現 一個就是痛 是 就是 經常都很痛 上腹痛 對時背部也很痛 是 這就是典型的疼狀癌症 另外 他的消化功能也會差一點 譬如什麼呢 因為沒有一些消化酵素 他會很容易肚痔 是這樣的 是的 除此之外 這些病人的兒狀功能也差一點 又會容易一些有糖尿 是的 所以如果我們留意到 剛才你說的三個病徵 就要自己跟進一下身體了 沒錯 即是早一點跟進 其實也是可以治療的 對嗎 即不要太遲 是的 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乙狀癌 排名其實不是那麼多 因為我們一向都說 肺癌、肺癌、腸癌 即那些痠癌 或者乳癌嚴重些 其實可否講 其實乙狀癌的比例 相對來說都不是那麼多 你說有沒有一個統計 多少病人其實也很少人可以取代 如果你說香港的癌症統計 它是十大癌症都不入的 不入的,是的,是的 但在講香港致命的十大癌症 它就入了 哦,OK 入到的 哦,最致命的癌症是什麼? 通常常見的就是 譬如腸癌 真的腸癌 肝癌 這些就是常見的癌症 嗯嗯 但是 因為其實 譬如腸癌、肺癌 這些在腫瘤科的發展 其實 最近發展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標靶藥、免疫治療 那些已經 令到它的控制腫瘤也控制得很好 反而你說胰臟癌 因為它叫做花療 甚至其實沒有什麼標靶藥、免疫治療 很有效去控制腫瘤 所以令到 就算做完手術 你也沒有一個很有效的治療 去減低它的復發 嗯 所以其實我們 怎樣令到這群病人會好一點呢? 就是 一是早發炎 是 那麼 越早發炎 當然腫瘤小一點 沒有抗散 這樣就治得最好 是 嗯嗯嗯 還有做完之後 我們盡量都希望病人做一些輔助治療 化療等等 去減低復發率 嗯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談到胰臟癌 方醫生呢 我們在下一集 我們會繼續說多一些其他癌症的 謝謝方醫生 謝謝 我們第二次 我們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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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